對 我們看到李安可他現在在牛棚區 站著 對 現場的球迷也在鼓噪啊 讓右外野手來投球 李安可去做守備 哇 這一個調度就我們沒有想到了 勝林家瑋要上來投球耶 對 當然他過去也是二刀流的選手 那在這一個情況 其實秉總應該在這個半局之前 就已經預想過這個情況 如果秉總真的有預想到的話 那真是不簡單 他思考的層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 對